台北 老舊偷天措 裡頭M噴噴 消防隊來了 花了好大力氣 把門給鋸開一個洞 敲開門所進入 裡頭的煙大盜伸手不見五指 警報器一直響 好幾個人進到屋內 想查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屋主終於從房間 緩慢地走出來 阿婆雙手合十一臉抱歉 在屋內開小火燉豬腳 沒想到一個不注意 差點會修圖 只是警報器一直響 煙一直飄 人怎麼都沒發現 主主角煮著煮著不小心就睡著了 但廚房飄出的煙大到左鄰右舍 全跑出來看 消防隊不得已 還把田門給鋸開洞才能進入 折騰老半天 阿婆醒了 看到門口聚集這麼多人 自己也嚇到 主主角差點釀成大禍 只能一一跟大家說抱歉 三秀田居的紅樹中高雄報導